紐約市主機長茨進格週三宣布了 名為我們需要住房的通用可負擔住房方案 要求所有新建築 流出25%作為低收入可負擔住房 提議建立一個非營利性的紐約市土地銀行 將市府擁有的數百個空曠土地 轉變為永久性可負擔住房 另外呼籲終止對開發商 每年16億美元的可負擔住房 421A房產稅減免政策 並敦促所有城市住房資本投資 集中在為極低收入家庭提供的可負擔住房上 不過紐約州府把控消費稅規則 斯敬格的提議超出權限 他也拒絕回答是否會拒收相關問題行業提供的競選資金 而是建議他的競選團隊將重心放在低額捐款 新唐人記者宇廷 阿里弗 紐約報導